北京的饭局经常遇到些人 灰心丧气 打不起精神来 主张润 主张躺平 不干了 没法干了 说麻木看到的都不乐观 那说到美国 说美国乐观 我现在越老越有个毛病 我在底下不爱跟别人争执 但是有时候提问一个问题 我说现在你看咱们这儿你很多不如意的东西 当然有不如意的地方啊 你看美国那地方那么如意呀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叫获得性偏见 获得性偏见就是系理学术语 就是说你现在形成这个偏见 我姑且说他偏见 恰恰是因为你就在这 所以你感受到这边种种不好 你没在美国那个洛杉矶生活呀 美国纽约地铁不做呀 你觉得那边都好 知道不知道 自从拜登老小子上台以来 美国物价涨了38%呀 假定咱们今天中国的物价涨了38% 你想想 什么感觉 物价和消费指数联系在一起 消费者物价指数就是咱们老生cpi 2020年累计涨幅 高于20% 然后你食品涨了 什么东西不涨啊 生活必需品价格 过去五年飙升28% 所以大家想想 如果在美国 你如果你不是向人潘石屹过去 有的是钱 你就是普通人家 维持普通家庭生活 那可能都成问题 你生活成本高了 2000元的公寓啊 在美国啊 不包括水电费 这事我问过美国朋友 真的 很多美国年轻人打三份工 三份工也只能交个房租 买点食物 一点钱都存不下来 你问美国人存款 美国人瞪着眼睛 问你为啥存款 怎么还能存款呀 美国有将近两万亿学生贷款 什么意思 还不上呗 很多人啊 大学毕业 然后直到连死 他都还不上学生贷款 很多住学贷款的借款人都超过60岁了 就是说美国人一辈子打工赚钱 一辈子努力工作 你都不是做流浪汉 为什么流浪汉那么多 流浪汉自由啊 一人吃饱了 全家不饿 零元够 多少多少钱以内 到商店里直接拿 拿了就走 你去找警察 警察不管 所以人家打计算算 按价钱算 比方说1000之内没受 OK 我就差不多 拿了950走 你店家没法管 店家叫警察 警察也不管 这叫零元购啊 你甚至多拿了 你抢了 跑到监狱里面去 采缝纫机 那日子 据说美国监狱里有舒服的一面 那为什么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 美国那么着急蓬勃 美国的GDP增长那么快 美国GDP官方统计才2点几 中国是5点几啊 美国就业数据不错 就业数据有人早就指出美国就业数据造假啊 就业岗位增长比目前估计的至少减少60万个 每个月减少5万个 摩托纳通预测就业岗位下修 就是调整啊 36万 高盛厉害吧 高盛表示就业岗位可能下修多到100多万 到处都在裁员 特斯拉裁员 谷歌裁员 微软裁员 华奇裁员 UPS裁员 虚亚美军裁员 华奇银行干脆一刀下去两万 特斯拉一刀下去一万四 全世界巨头的公司都扛不住啊 中产阶级保不住工作 所以普通美国人的日子就不像我们现在舆论战当中的美国方面宣传的那么好 现在网上有一些人 专门做移民的 他做移民生意的 反正他把你骗过去之后他别的不管了 哗的一堆花似的 说到这儿 有人一定会说 斯马南 我看短视频里面说了 说你说美国是天堂 这种人我告诉你 都是那些人的 拿斯马南挣流量 拿斯马南挣钱的人 有人骂斯马南能挣钱你知道吧 而且形成了黑色的产业链 产业链很长 我很高兴我能用这种方式为社会做贡献 提升就业率嘛 美国有一个美国中部的特别落后的一个小镇 那个小镇美国人自己不去 在美国住着几十年 人都没去过 我在那 横管美丽街 我们到了那个地方之后 发现在小镇上只有一家咖啡馆 这落后到什么程度 贼都不去的地方 所以人家小镇镇长跟我们吹牛说 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行事犯罪 我们过得跟神仙一样 我就接过他的话说 哎呀 我说我这辈子干了很多坏事 我都没想到我活着就是能够来到天堂 就这么一个花吧 被一些人接触了 是 我有很多节目讲到美国社会的治理问题 美国的犯罪问题 美国的毒品问题 美国的枪质泛滥问题 美国的两极分化问题 美国的两党决裂问题 宏观上讲美国的国家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有问题 具体微观讲美国有一个小镇 比较这么一点 一个小地方 他们那个地方 人家小镇 人家说这个地方 过得跟神仙一样 像天堂一样 我就顺着夸了他一句 这就好比是我老白毛吧 我能拔起一根黑头发 你信不信 这根黑头发就是美国的小镇 那我拔起一根黑头发 我说这个头发是黑的 就能证明我不是老白毛了 我变成英汉灿烂的年轻后生了 所以这是个宏观和具体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表述没毛病 专门招我茬儿的人 你通过这种方式 你往外扔钱 让一些人解决就业问题 我得谢谢 咱们接着还说美国 美国人善用GDP造假 怎么造假呢 美国GDP统计啊 两个办法 一叫收入法 二叫支出法 就是一手进一手出 两套模式做核算 比方说 用收入法统计家庭企业政府的生产性收入 然后用支出法统计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 这三个的净值 你支出法把实际支付的消费和按市价折算的无支付消费两项都算GDP呀 后者闹入统计 那你没造成消费虚增吗 所以商务部对 住房的 市价佣金 政府呢 代付医疗支出 还有公益医院提供医疗服务 还有特别是的公益组织 提供的其他的服务 重复计算呀 类似的重复计算 我一个老朋友在国家统计区当领导现在退休了 他就认为美国消费虚增 这事儿都没办法 美人美国数字造假 这咱管不了 2007年美国虚增消费 2.45万亿 但是美元 2022年3万多亿美元虚增消费 在美国律师行业打官司 GDP就超过20% 专业级商务服务占比 12.9% 是中国的两倍 美国医疗最赚钱 美国的医疗是中国的7倍 别怕你腰疼 腰疼你去医院给医生聊一会天 五千美元出去了 你建个房子 做点大麻生意 你买卖个人口 乌医非法经营 热人打黑工都算GDP 所以有事儿我就想不明白了 平原公子的文章也问这件事儿 大家这个问题有共同的疑问 这么大的问号 为什么呀 那去年说 去年中国的发电压是美国的两倍多 中国一年生产的汽车是美国的三倍多 其他的工业制程产能方面 中国更是 全面碾压美国一记绝尘 光是碾压美国 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整个G7国家之河 G7知道吧 世界上最发达的七个国家 甚至连农业产能中国都领先美国了 但是就这样 人家美国的意识形态宣传 人家的舆论战搞得好啊 美国和中国的GDP 说美国跟中国拉大了 更有人说中国GDP永远追不上美国了 你信吗 我不信 为什么不信 找几乎再说 感谢各位收看 再见